警务禅寺日前特别举办了一场观音法会即剃度仪式 警务禅寺今天由两位善男子善女人发心出家 于是剃度出家仪式紧接着于十点钟举行 在众人的祝福中由方丈和尚原始法师 对善男子善女人圆顶兽医 在为圆顶之前向俗家父母尊长叩别 今天刚好也是国立的九月十九 刚好也是我们观世音菩萨出家的纪念日 那么是一个很好的日子 刚好还有新界的这个弟子 在今天刚好出家圆顶 所以刚好在这个大日子 这个姻缘就替他们做这个仪式 那这次的出家戒比我当初出家的时候还要隆重 因为这个是从我们这个戒律的道场 来请出来的这个出家的仪轨 所以就按照佛制的这个戒律 那么我们就用这个仪式 那么刚刚出家当然就是一个男众就是沙咪 那么女众就是沙咪女 那么沙咪有沙咪的戒律 刚好就十条的戒律 那么今天也一样替他们受这个沙咪戒 那么等他们登这个山坛大戒的时候 再受这个比丘还有菩萨戒 皈依三宝是入佛信佛之初 也是欲修学佛道的入门开始 他们歌爱慈亲 舍俗出家 为的是求法 献身佛教 凡见闻者 莫不欢喜赞叹 莫不吸发菩提心 十方新闻文天然许杰宜高雄采访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